再跟大家扯两句 这两天我看了两个新闻 都是关于我们当今圣上的新闻 然后看完以后 我觉得咱们当今圣上可能最近家里买了个镜子 当时不是说这东西是有什么多珍贵的 而是可能圣上买镜子之后也多照了几回 为什么这么说 是这样 两个新闻 第一个是在中纪委 第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圣上发了一个讲话 其中很重要的几句话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估计大家不会有心情去整体去阅读圣上的讲话 虽然说圣上是一个老忘了红手 当今圣上是一个非常质朴 非常nice的人 但是说话等于是 当时谁说形容张之洞那句话是什么 起居无节 然后言语乏味 这个都无所谓了 这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那圣上说的是什么呢 圣上说的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永远吹冲锋后 牢记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 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也就不可能停止停顿 我觉得这话说的是对的 全世界全都有腐败现象 而且没有哪个国家 即使他说他多连接世界排名前面 他都有腐败现象 但是咱也这么说 腐败现象他也有严重和不严重之分 你比如说就像你得脚气似的 那有人得脚气还能结了枝 有人那就是直接磨点药膏就算好了 或者是哪怕再复发 再磨点药膏他也好了 他一直更新 有人得脚气 我记得得脚气病还有死的呢 这个可能是大家不知道的事 原来那种治疗方案挺不靠谱的 得脚气病真的有死的 我记得好像有一挺我名的人 就是这么死的 那我们现在说起来 怎么说呢 有这么个事 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中国的反腐败的力度之大 是全世界少有的 全世界特别少有 比如说中国的18届 还是19届中央委员 有205人 这205人当中 被抓了有34个 您听见这数吗 这么高级别 那他被抓了有34个人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犯罪率啊 有人计算过是16.6% 这多可怕 因为中国老百姓的这个犯罪率 最多是0.3% 对吧 那他超出了这么多的倍数 您说这覆盖问题有多严重 您说这到底是他妈什么问题 造成这腐败的 但大家就 你不能往深了想 这种事你从来不能往深了想 所以呢 我们圣上就说了 这腐败的土壤不根除啊 这个腐败 他就永远得吹着冲锋号 这个在反腐败 那您想啊 这么高级别的官员里 有如此大量的腐败的这种存在 那这土壤在哪呢 那总不能说老百姓是这个土壤吧 是吧 那老百姓再怎么样他不可能说培养出这么高的犯罪率了呀 那您琢磨琢磨 到底哪是土壤了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人到我党的中央委员会 这个这种级别的人啊 这常委啊 或者是包括常委也舍了好几个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中央委员也舍了好几个 舍了这么多人 那都是什么呀 都是党员呢 是吧 您说这个腐败的土壤不根除 您觉得那我们他们中间有什么共同点吗 那全是党员呢 那这土壤是哪来的 那我们只能够 如果通过我们最简单的一种那个逻辑上的思维 你就会发现那我党是这土壤啊 对吧 他都是党员吧 这个就很正常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个我们我们圣上啊 一定是照了个镜子 所以才说了这句话来了 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要吹出风号永远 永远在路上 没法不在路上 您永远执政的话 那肯定您永远在这反腐的路上 而且越反腐越大 您想啊 就是您比如说世界上 您老说这个这个国家啊 也是这个腐败啊 那个国家有腐败 这个最逗的是 那个 有我曾经说过腐败这事 然后后来呢 有一哥们就回复我一句 美国也不是好东西 他们也有腐败啊 你看用这个也字 用的就特别好 您知道吧 他就他就明白这事 而且中国的腐败 跟美国这个腐败啊 或者是日本的 或者其他地方 他那腐败程度还真的有点不一样 就相当 我还是说那个娇气的 他那个抹药膏 您这个就直接拿着那斧子 那给砍下来 而且呢 砍下来以后 这倒还好 就是我们这个 属于那个八角章云的腐败 或者是白角无共得腐败 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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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砍不完 你知道这个特别牛逼 所以呢 那我们圣上就说了 说我们永远在路上啊 我们永远在 走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 然后呢 我们永远的在 腐败当中 腐败与反腐败当中 度过我们辉煌的一生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说呀 这个要说起来这种 所谓的这个腐败最大的土壤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晰的了解到了 那到底什么是腐败最 最好的这个土壤 对吧 这个逻辑说得通吧 是不是 205人 36人被抓 因为腐败被抓起来了 程度之高 让所有 几乎让 除了独裁的军国 这个所谓的军队政府 是吧 之外啊 那你其他的民主政体里 也是也是很少见的 很罕见的这种额度的腐败 那你还什么可说的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放这了 我觉得圣上这镜子照的就不错了 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圣上参加这个 咱们当今圣上啊 参加这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参加这经济论坛 那时候啊 就是你也知道 咱们圣上虽然超级宅男 是吧 这两年都不再出门了 除了在国内自己家这转一转一员 那从来不出门 都是这个电视上啊 视频指导世界 指导世界前进的方向 这回呢 又指导世界前进的方向了 首先就是呢 这肯定啊 针对就是美国呀 拜登你小子 居然弄这种小花活 你们美国不是好鸟 这首先就是这么 就是就干了这活 干了什么呢 他就说了啊 这个我们 我得把圣上这句话 再给大家 再给大家复述一下啊 就是说呢 要世界呢 要放弃啊 这个冷战思维啊 任何执意打造小院高墙 平行世界平行世界的行径啊 那个任何执着于 搞这个小集团利益 小圈子 分裂世界的行径都是不得好 不得好死的 当然圣上没说不得好死的 我就只是把他的意思给翻译的 给大家翻译一下 那小院高墙这件事吧 真心讲 这圣上真的别这么说 这真的不好 就是我们现在 你看我看我的这个视频的朋友 肯定是有从那个小院高墙当中翻出来的 是吧 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伟大的这个长城 这也不是今天来建成的 是不是 那我们说网络长城 是在一二十年前 由病魔已经战胜的方斌星老师建设的 然后呢 这个实体意义的长城 也是我们伟大的秦始皇同志 这个从那个秦始皇老师 再建立起来的最初的长城 连接原来七国的那个长城给建起来的 所以呢 如果说小院高墙这件事啊 是咱得必须讲 我们是一个先行者啊 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我们的人呢 给禁锢在这个小院高墙当中 你说起来那个英格兰 英国那个长城 那个叫哪个罗马建的长城 是吧 那个什么时候才建的呀 那能跟中国这比吗 是不是后来人家这网络长城 人家也没建呢 所以真说起来 还得说小院高墙 还是得说自己 是吧 或者是说呢这个平行规则这件事情 你也甭说了 对吧 我们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的世界规则 那原来武昌 当然了 后来这个国民党政府被我们共产党政府给换了 但是呢是这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起来这个世界规则 一直运行到今天 使得呢我们七十两金奖啊受益于这套规则 不论是那个WTO也好啊 还是整体的联合国这些东西也罢 那互相之间 至少在这个八十多年里的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战 就是热武器的这种大战 世界性的大战 那世界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原本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个地步 那中国这现在目前来讲 实际上在西方看来 或者是说在原本的世界秩序看来 它等于是真正要另立一套规则 而这套规则呢到底能不能好使 或者是它对原本的规则伤害有多大 大家心里都是知道的 说小集团小利益 这事我必须得说一句啊 就是说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 真心想查查到底中国呀 说这个集团有多大 那小集团嘛 是吧 你肯定是小的呀 那我们我们圣上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世界人民的 代表世界人民的方向 那肯定是得到失道寡住嘛 对吧 失道寡住得到多住 是吧 然后呢 那我们这集团应该挺大的呀 后来一发现 哎呀 搓了搓牙花子 这真没几个 我们可能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 大概真正跟中国同心同德的 我想了半天 大约是一个没有 大概是一个没有 那个包括像北朝鲜 是吧 俄罗斯 俄爹那就甭说了 俄爹呢 拿你当 拿你当炮灰使的时候太多了 呃 所谓巴铁 算球了吧 这巴铁也算球了吧 算 北江算半个 呃 朝鲜那小弟算半个 这个 俄罗斯算三分之一 我觉得四分之一差不多 非洲那几位吧 得了那就算了吧 那个咱就不往里计数了 那个不值得一计 那就是加起来的话 大约一又三分之一个 我们这 那到底谁 他们是小集团啊 你就会发现到底谁 谁是小集团 所以你这些事你就没法说了 你那庞大的那边 那边一个集 那边有那么多国家 世界上先进的国家 或者不先进的国家 然后凑成一波跟天天跟你干 这你周 你周边这个 你周边这些国家里 就没一个对你有好脸的 那泰国可能算例外吧 泰国可能算例外 因为旅游嘛 那你说这个北朝鲜 除了要你东西之外 呃 在你在你的这个边界边上 地下里经常给你弄个小核弹 喷抱一下 喷抱一下的 那也不能算一个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邻居 别的国家就不说了 不光是老挝呀 这个缅甸呐 越南呐 这没几个跟你跟你一条心的吧 那你在亚洲如此 你在非洲那几个国家 除了要你钱之外 然后呢 你你 人家还觉得你是 一直在抢我的矿产呀 一直在那个经济殖民呢 这很多非洲国家就是共识啊 这些东西你就你就会看到这些玩意儿 它都没有你的这个 没有你的朋友 你有一有 就是三个国家凑了一个 一有三分之一的这个盟友 那谁是小集团 你发现没有 这就是谁是小集团 小圈子 这这个你就很 你就觉得很奇怪了 所以呢 我还是觉得呀 这个我觉得盛上这这两回 这个讲话呀 都是拿着稿子 对着一面镜子念的 所以买了一手镜 也可能是咱彭丽元老师 给他多少买了个镜子 买了手镜 拿着对着稿子 念吧 看着没 这就是说的你 就差不多是这路数 所以就是说这两回就是 我其实也挺佩服咱身上 为什么呢 就是说能够当着这么多人边 然后呢 把这个这些呃 原本应该指向自己的词汇 玩命的输出 祖安输出 然后呢 给全世界扣上这帽子 当然最大的帽子扣在美国头上 然后第二个可能扣在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 第三个扣在日本 反正就诸如此的这些国家 欧盟 光级扣上 我觉得这个心理素质啊 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的素质 除此之外 我真的完全想象不出 有其他任何人 何以敢说出这种话来 尤其是这些词 往自己脑子上一带 那他妈都是严丝合法 比他那假发多好使 不 圣上没有假发 我圣上那头发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这个比那个都好使 真的是 真的是 所以就是吐吐槽 没别的 就好玩一些 好 谢谢诸位